賴蕭佩則是回防南台灣 今天一整天都在高雄 要替現任立委們補選 蕭美琴更是穿上了 跟賴清德一人一見的棒球球衣 組台灣隊 要再拚民進黨高雄八席立委全上 好 那麼這一天 也正好是美麗島事件的44週年 賴清德再提民主的重要性 還舉香港作為例子 強調台灣不能夠走回頭路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來到高雄 光是大進場就走了好久 可見選情有多熱 賴清德 蕭美琴共同出擊 整天高雄浮選跑透透 高雄歷經換將令票倉 一度傳出選情告急 但迅速整合完成 又由賴消沛合體 大大拉抬選情 全台灣每個選區都是激戰區 真的每個地方對我們來講都很重要 那今天高雄的太陽很溫暖 那高雄人的熱情也是非常的溫暖 賴清身上穿的正是賴副總統日前過境 美國兩人一起看球賽一人一見的球衣 背後象徵勇往直前交踏實地 正是美德 英台灣的精神 這不只是 made in 台灣 這是 made in 高雄對不對 對 高雄的驕傲 台灣的實力 戰貓不是寒假的對國民黨對手 侯詠儀批評教育部108克綱 會讓學生缺乏競爭力 蕭美琴這樣回擊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國際的評比 那台灣的教育 當然我們都面臨持續改革的必要性 那但是台灣所交出來的孩子們 在世界上都很有競爭力 我們應該要對自己有信心 把握週末賴削合體 固守綠營票倉 再讓巴西立委都能巴仙過海 記者中報導